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回到第四節 你說要選擇這個矮化的那個 交給你講 好 我們大家都因據自己的看法 講出自己有一點覺得 有另外一個閱讀 不過我覺得金刀在整齣香港片來講 可能也是我自己的傾向 我見到他那種想擺脫過去的東西 我覺得那種積極性 給叔叔和很多不同年代的香港導演拍的 拍香港電影的時候 總是有個以前的光輝日子也好 或者以前的去懷舊 我反而覺得金刀有種現代的動力 就算他被動擺脫 因為他面臨另一個新階段 而將舊時 因為我抱的那個階段 我搞定 搞定回去 這個這樣的行動 我會看過他有幾個 他由整個砌 我剛才也說過 金刀我看的時候 很多所謂的板塊 包括他的地形 你碰到中國問題 也碰到《假結婚》這個問題 《假結婚》其實是一些 像文化的類型片 間中就會拍的 有《紅金寶》 《紅鳳新》 《台灣的小月的故事》 總之 就算是英國片 美國片都會拍的 他又碰到 《女校文化》 我們說三個人背後的人 是的 他這個砌法 是有意無意的 將這個類型轉化的 包括《假結婚》通常是 是男和女調轉的 很多時候《假結婚》 《男和女調轉》 不是… 不是這樣說 那個富裕和… 那個… 通常是想移民 但希望直接逮捕回去 去做一個親近同居的事情 首先他否定了他們有親密性 雖然他現在的展化 是想觸碰那件事 而且觸碰得不好的 因為… 你那些眼神 還看回這個兒子的時候 你不就敢再寫下去 你說這個兒子就是這個 是的… 現在觸碰不觸碰 我覺得… 直接不觸碰是好的 是的 可以… 再重新討論 所謂的《假結婚》 那個男女 還有誰有錢一點 誰… 誰要拿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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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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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 他是朝向這個… 叫做 抛低一些包袱的東西 就算有意無意 我覺得他是自立去做的 他… 有個心機在那裡 你看到這個劇本 我想他都… 他都… 真的都… 做過很多工夫 這麼來就出來的 那… 而且我覺得 他這部戲 他觸碰到 有一個裡面 就是… 最妙呢 還有你說 一定讀一部戲的時候 那時候怎樣找到更加深的角度 那種有趣之處 那個就是認到小峰 他提及了那個畢業生 你會看到這個叫做深度閱讀 這個深度閱讀裡面 為什麼會覺得這樣就會看到這個故事 香港片其實最有趣 你會看到很多時候那個導演 為什麼我們仍然會用作者觀念呢 甚至現在香港沒有作者 基本上可以拿到 它裡面對作者那種自由度 去得是可以好心的在香港拍電影 或者拍那些紀錄片 或者剛剛之前的運動裡面的片段 或者美術這樣 這個是很關鍵 仍然是有創作的自由度 而這個自由度也多或少 你會發覺他們很盡性而為 那時候 你看到裡面是戲的 有些妙柱出來的 妙柱出來的 那個叫做深度 好像剛才說 原來它裡面有 令到你聯想起畢業生 當你一想起再對比 那種差距或者那些東西 就出來 而且是一物相連 那個最關鍵 你會看到電影的趣味 就會出來 也有解釋到為什麼 我不喜歡這部戲 但我會支持這部戲 它裡面有內容 有時候內容你算起來 那時候你都覺得 這部戲 幸好你有看的 如果你沒有看的時候 你就可能你沒有了 那種記憶 就浪費了 有一個你要補一點點的 Green Card 是呀 張偉雄 這部戲 令到他想起 剛才他也有量力的介紹 其實Green Card 你都可以 有沒有再簡單點的補充 這套就是Peter Weer 經典再來的 就是人人都用那種寫實 或者叫做 永遠是 我來拿捐卡 我會拿鏡就命 變成一個男女關係上 是會下把位的 那怎知道呢 用這個神經質的法國人 想拿美國捐卡 他將那個關係的 那種power 調轉寫 是 其實我看電影的經驗 就是說 我看電影的時候 發覺是可以這樣玩的時候 我就將他的經驗 放了 不是放了 就是說 放在金刀的時候 對比 是啦 金刀就起碼叫做 我真的不再寫 那種舊式那種東西了 然後說那種東西 怎樣帶出來 我自己想說的故事 是呀 這個都很關鍵 因為如果你說回 用這些題目來講 譬如你講說 年輕人的婚姻的那個 那小鋒找到一個 畢業生 那那個呢 都是視為今時今日 都做了一個經典的 畢業生那個 而且是 翻做會有更多發掘的 另外呢 張偉雄說這個錄卡 其實我們 後來都有很多錄卡的電影 出過來了 有很多呢 就更加精闢 不過 都不夠這一部 這部找到一些 找到一些 純粹還有 它除了Green Card之外 Green Room 還有整個公園那裡 那個Green 就是它告訴你 綠卡 那個綠 那個裡面 有一種 很超然的意義 跟畢業生的主題曲 就是那些 就是 將東西昇華了的 電影有很多時候 變成經典 它裡面 就可以比你更加深入閱讀 至於金刀裡面 我其實就很想 提及回 有一部戲 不是 有一堆戲 可以在這裡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這部天空小說 這部電影 反而小鋒我想問你 你說 那時候你看 你是不是去那個廣威 看的那個版本 廣威戲院 哪一部 天空小說 我沒有看過天空小說 你完全沒有聽 你那個影片 那時候也沒有 我好像有看過錄影帶 很小的時候 但有某一套 是否叫廢話小說 廢話小說 廢話小說是第二部 天空小說 廢話小說 廢話小說 那個 那個 為什麼我會提到 天空小說 除了天空小說 還有一部 《一時一族》 《一時一族》 我想如果大家看回 都懷念 有一個叫做 九十年代的 開始的時候 有一種叫 青春文化的 那些電影 因為這些 還有有一部 這個不是青春文化 他講明之後 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要找這個 一起講 這個就叫做 《我愛太空人》 就是他的父母去哪 就是九十年代初的時候 就因為中英和談 八九的時刻 就出現一個叫做 移民的那種潮流 這三部電影其實不止的 但是也有一個經驗 你要串通 為什麼你要提出這三部電影 這個就是說 我們一直 因為我們平民學會 很多時候 討論香港電影的發展 那時候 我一直都有提及的 就是去到九十年代 有一件事 是沒有接到下去的 沒有接到下去的 就是商場文化 商場文化 如果你扮指商場文化 很多時候 大家都是起於 九零三的那個時期 就是商業二台 帶起的一個熱潮 那個熱潮 基本上有很複雜 包括林寧峰 林凱峰 林凱峰 郭文輝的 軟硬天司 那些之餘 他有一個叫做 買商品的世界 而這個天空小說 最主要是 商場文化的那時候 一個二類的作品 我們一說商場文化的時候 就不得不提 葉偉信的 新化仇私 新化仇私 不止的 葉偉信是很多 他基本上 想想問一下 葉偉信是很重要的 葉偉信是有幾個階段 但是說回商場文化 你會發覺 不是那麼接到下去的 因為為什麼呢 創作人 在那刻的時候 不是太多 就是承繼下去的創作 因為跟著就有葉偉信的那個 由編劇戀愛喜意 去後來做動演那些 還有JC Groupie 都已經是商台來的 那麼他就 這一堆裡面 你會看到 他裡面 他拿到一個 整個那個叫做 一個叫做 叫做時代的 label 好事還是壞事 但是你會看到 那幫創作人 除了葉偉信 那種對主流 那種很入 那種 不深入探討 因為深入探討 香港歌 在那刻 都是一個大轉變 即是鼓吹 一個叫做 原創的 好事還是壞事 大家看 我覺得是壞事 因為他將那個 叫做 音樂的心態 就轉了 但是那個 吳大討論著 就是講回 這個時期 你會看到 那個其實 出了很多年精人 他們是這種文化 長大 而且是一種消費群來的 但是這種消費群裡面 你會發覺 就是 消費群是做留在那裡 但是成為 那個叫做 創作的人 不算太多 令到 我們講回商場文化 或者那個叫903文化 這些東西 男人版最近做代表 我們只選了這部 重口味 女人版 之前都不算太多 因為 我們講的一時一族 或者我愛太空人 那個導演是誰 羅初遥 都是羅初遥 他就很看到 用他獨特的姐姐眼光 看到這種商場文化的 而是他用姐姐的角度 拍攝出來 但是真正你會看到 我認為 其實我也想跟導演討論 就是 我認為他是一個接班人 他這部戲 他很寫到 那種 商場文化長大的 那個時候 他也想到 如果用人生的經歷來講 那時候 年青 當然是講信和 什麼 銅鑼灣 那時候的年青世代 就是信和 或者銅鑼灣 那些 但是 他找到 如果我們這個時候講信和 老派 但是他講到 這麼多 為什麼 因為他們那個世代 那些 年青人 很多 已經去到 譚分論教 甚至 有些 已經到了 的歌 所以我覺得這個價值 就是 在近期我看過這個重口味 我覺得很多人都分享了這部戲 因為這部戲重口味 就是說 長大了之後 他們的口味有些轉變了 第一套 你看到馬上走 那個就是 經常信我買 最頂樓的 買那些 VCD DVD 那種 口味 但是最終 那個 就是 誰導演 樓耀輝 樓耀輝那部 是很棒的 我覺得是 軟 軟世新監製 軟世新監製 軟世新 也是YES一族的 那些 不是YES一族 它是YES的世界裏面 其中的一個關鍵人物 你在這裏看回 我看到 雖然 要撐的是 它這部戲 金都是有這個價值 它將那個商場的文化 你會看到 原來 那些人 就始終 雖然沒有開支散業 但是你會看到 有人 去到某個時刻 他們的一班人 就會走出來 說回 我們的那個世界 用我們的那個世界 那種思維 我覺得 它是屬於90年代的 我們香港的 年輕人的世界 所以這部戲 我覺得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來看 或者 如果你想研究 香港的文化歷史裏面來講 我們剛才所提及的那些電影 其實基本上是一個課題 就是 我們90年代的怎樣發展 所以這個 反而我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是最珍惜的 這部電影 就是那一段戲 除了那件外 還有沒有補充呢 好 小豐 給你補充 補充 那 都是回去那件事 也是那件事 就是那兩件事 那 我寧願 應該說 到底它是思想保守 但是做到它想做事 還是眼高手低 我當然寧願相信它是 眼高手低 眼高手低很必然 因為它現在也是第一部作品 所以 我依然是相信它有這個想法 還有這個企圖 如果你認為有貶義 那我就最主要我想提回 等同於麻煩家族 他看過麻煩家族的婆婆 第一集是婆婆的離婚 他一定會有很大的感受 如果我現在沒有這個角度 可能這個世界 鄧麗欣 我現在沒有這個角度 若干年之後 我都會像那個麻煩家族的婆婆一樣 就覺得我對著的太子 其實有些事情我是頂不信 婆婆就是不喜歡她老公對襪反轉 這就是指甲鉗 那這個她不喜歡什麼 她指甲鉗不太放 那你又清楚 指甲鉗有沒有什麼意思 指甲鉗 這個告別指甲鉗是很重要的意思 那你講到這裡 我又有一點點補充 我又反過來 用我的角度就是說 正正是朱康 什麼都說 真心話 全部吐出來 而他就什麼都不說 這件事 這套戲不是這麼表達的 但是正正是 我就是頂不信你這件事 即是你頂不信他表達的那件事 即是女主角的封廢 是啊 你和你的性格是收起來的時候 而你身邊那個呢 就什麼都說 是啊 嗯 那個結尾裡面呢 你就會 我們就覺得呢 大哥什麼 就是 朱康 是嗎 就是做那個欣俊榮那個 他那種著緊 那種整的那一層呢 有點矮化的 嗯 他反而呢 我就覺得他妙呢 就妙響 好像剛才小峰都提及了那個 那個告別指甲鉗 麻煩你去找回好他啦 就是指甲鉗 那個是挺妙的 因為指甲鉗 裡面就找到一個 這個應該是平好場 就引發出來的 指甲鉗人魔 的那個 變成了一個流行語的那個意義 我覺得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呢 他好玩呢 就在於這裏 那但是呢 其實看起來呢 我們可能呢 再遲些呢 去到幻海的時候 可以再加起來一起講 就是在電影有毒的那裏 說呢 那目前呢 我的比分呢 我都講了出來啦 我覺得呢 這三部戲呢 是一種 2019 其實是加起來 《少年的你》 是可以四部呢 一起講 這個時代變的那個東西 如果在這個裏面來說 我的排位裡面呢 第一是叔叔 我喜歡人 其實都是說我不喜歡 但是 相對呢 相對 叔叔 還愛 不是 叔叔 對不起 甘刀 還愛 少年的你 那你呢 你是怎樣做呢 那我現在就 甘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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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的你 還愛 那你都幾冷靜 那張偉雲 我就不會 放在《少年的你》 的了 我 放出去的 那個《Viso》 《香港Viso》 我就討論一下《香港Viso》 我就 一個這麼 這麼大陸的戲 我 我不會放在《少年的你》 初初的時候 都不會 這樣去討論的 但是 因為那時候我還沒看《金刀》 《金刀》呢 我就看到 楊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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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角色 他裏面 那時候 突然對我 要四部一起 可以放在一起 因為他正正也是 我們今年的《金像獎》裏面 的四大贏家 也都是 僅如可以討論一下的戲 因為其他 又不是 你聽我說的 我2019 我覺得最好的 就是《金刀》的戲劇 當然 我沒有在這裏討論 始終 因為你這樣說 這個 誇張了 或者你的殺傷力強 那時候 就會令到 香港片 越來越少空間討論 其實還有很多戲的發展 我們現在已經有同樣 差不多很久的時間 下一節 到這裏 這個話題 繼續 還在幻外 不如定實 幻外做的時候 我們還是給他一個專題 好 下次再和大家 電影有道 拜拜